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带着你来准备考英文呢 那么我们都知道英文是单字加上文法的结构成为一个个句子 那么等一下你看到的考题都是一个一个的句子 那么如果同学能够先把文法概念先学好 单字就会比较容易背起来 如果相反的文法搞不清楚直接去背单字 这里会很辛苦的 所以过去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也曾经带过许多的高工的同学 就是因为告诉他们这套简单的文法结构 结果他们在统策的成绩上考得非常的好 那么甚至这个全国前几名呢 都是在我们班上 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你应该在准备统策考英文的时候 怎么样子把它考好 怎么样子来准备 我们先简单一点点的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法的概念 那么你先花一两分钟听懂了 这个你等一下再去看这些考题 就会简单多了 英文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看句子 因为考试就是考句子 每一个句子啊 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 那么前三呢 就是一个人的主体架构 就像这里的人头身体跟四肢 这三样东西 而再加上去的就叫做衣服 那么这个观念真的很简单 所以你懂了再来学 现在我们就来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句子 我们先会看到marry marry就是主词 主词呢就是一个人的头 再来就是有身体啊 身体呢就是动词 各位看到这里就是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 就是人的四肢啊 这个四肢就是第三个字 a girl 所以各位看到marry is a girl 这是最主要的三个部分 可是我们当然在英文里面 不可能只有三个字 所以我们就会有其他的东西 这些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衣服 给它穿上去 各位看到句子开始拉长了 这个marry is a beautiful girl 这个beautiful 在英文在英文就是一个单字 一个字加上去 我们现在说前三 就是刚才的人的头身体跟四肢 而后面的四种就是衣服 那分别有字啦 片语啊 子句啊 跟分子句构这四种 这四种我们很简单的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等一下 同学就可以看到一小节 一小节的英文 就容易多了 容易记 也容易这个答题 好 那现在看到的beautiful 就是加了一个字进去 一个美丽的女孩 就比刚才的这个 马力是一个女孩 更多了 一些详细的细节 各位在看到这个地方 又多了with long hair 这个with long hair 就是借词加名词 借系词 就是with in啊 这些字啊 on啊 of了 然后它后面一定会有个名词 我们不必管中间 一头一尾 是借词加名词呢 这就是一个片语 片语 再来就是子句 子句 请看到这个地方 marry is a girl 什么样的女孩呢 who就是带出一个子句 who形容这个女孩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叫做一个手 手指着女孩子 那么在学校 这个字叫做关系代名词 那么这个时候就听起来就很难懂了 所以既然有这么多难懂的字 学文法自然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们这边非常简单 就用一个手来代替 这个手就是指着这个女生 对不对 这个女生是everyone likes 这个地方有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像这样子的呢 就叫做一个子句 所以这个是女孩子 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女孩子 这就是子句 那么子句再来还可以改成分词句 够 那么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下 各位再看到下面这个子句 这个子句 marry is a girl who studies heart marry是一个女孩 who一样指着这个女生 studies就是动词 这时候各位看到这个里面 子句里面没有主词 所以呢 它的主词呢 就由who来兼认了 who是手右肩主词 studies 是动词 所以在英文里面 有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形容词子句 好 那各位 有两种 而这一种呢 我们可以把who给省略掉 who拿掉 就变成没有了 然后呢 把这个动词变成分词 变成ing 所以就变成了studying heart 那这样子的方式 跟这个子句的方式的意思完全一样 只是这个叫做子句 这个就叫分词句构 所以各位看到加出去的东西 有可能是一个字 也可能是一个片语 也可能是一个子句 也可能是子句改成的分词句构 这就是我们后面的四种 所以花一点点时间 你先把它弄懂 这样子一节一节的方式 所以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 当你看到密密麻麻的英文句子的时候 这里面一定先有一个 一而三 主词动词接受动作的第三个字 这个就叫做人头身体跟四肢 有了这个人出来之后 再加进去的就叫做衣服 衣服基本上是四种 分别有一个字的 有一个借词加名词的叫片语 也有子句 以及子句改成的分词句构 就是这四个东西 你先把它弄懂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真实的 这一个历届的考题 我们就以104年的四季二季 统策的考试来看 基本上考试的题目 就分成这几种 单选题 考的就是单字或文法 克陋字题也是考的是单字或文法 那么再来绘画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题目 考绘画题 然后第三种题目就是阅读 阅读就是要真实的看整个句子 当然在这个104的考试当中 我们发现 这个他还考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作文的方式 作文的题目 就是句子重组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 简单的来分析欣赏一下 首先看到的第一种题目 就是单选的或者是克陋字 这种考一个答案这样子 要你选 这题我们说 I thank you 还记得刚才说的 一二三吗 主词动词接受动作的字 那么I 是唯一能省略的主词 所以I 在这个英文是可以被省略的 我们就看不见了 所以thank you 我谢谢你 very much 非常的谢 谢什么事呢 for helping me for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介绍词 me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这就是个片语 来帮助我 我非常感谢你 for是介绍词 所以后面用动名词的ing 然后呢 帮助我 什么词呢 to 什么 my bicycle 在英文里面 这个help的后面 可以省略这个to 所以在考试的题目当中 这个to 就看不见了 但是这里要考一个动词 就是我的脚踏车 那当然是来修我的脚踏车了 yesterday 是昨天来帮我修脚的车 那么修是哪个字呢 这是第二个答案 叫做repair repair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 就是这个b选项 a选项 remind 是提醒 提醒 c选项 revised 叫做重写 revised 重写 第四个答案 repeat repeat 就是重复 所以这个答案选 修理 叫repair 所以我们把repair如果放回来 请大家养成好习惯 就是把整个句子记起来 这样子你对英文的句子 才能越来越熟悉 请记得你考的不是一个字 也考的不是一个片语 你考的是一句一句的 那么这句话就是说 谢谢你昨天帮我修 叫做车 you really gave a hand 你真的是帮了我的一个忙 那么现在我们把前面的念一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elping me 帮我什么呢 repair 那么各位 这样子你记这个单字 我相信你印象就深刻了 my bicycle yesterday 在昨天来帮助我 修家的车 真的很谢谢你 这个是四季的题目 我们再看看二季的题目 其实都差不多 my younger brother 我的弟弟 这是主词 第二个就要靠动词 然后再看到第三个字 funny clown clown就是小丑 funny就是有趣的 一个有趣的小丑 在电视上的一个小丑 and 第二个动词 叫做made 这个我的弟弟 是主词 第二个动词是使得 everyone 使得每一个人呢 都怎么样呢 这个后面的to 被省略 因为这个叫做十亿动词 所以这个to 我们在题目上也看不见 使得每个人都在笑 那么他怎么样子 我们才会笑 他在模仿 模仿 就要选这个字 叫mimic mimic 就是模仿 那么这个字 我们一样把它带回来 带回念整句 现在我们看别的答案 A选项叫做interpreted 这个字叫做翻译解释 这个字叫做illustrated 叫做说明解释 然后这个字叫做multiple的 这个字是成 加上去 成上去 加上去 所以答案要选的是模仿 叫做mimic 我们来重念一下 my younger brother mimic 模仿 a funny clown 一个有趣的小丑 小丑是在on tv 在电视上的 and 而且呢 我弟弟呢 made 使得呢 everyone 使得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呢 love 都在 笑 给大家解释的就是单选跟kloz的题目 他考的的就是两个基本的功力 一个就是靠你单字 一个就是靠你文法的思考结构 那么这两样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 同学如果先了解这个文法 也就是我们六个符号 让大家能够很清楚很简单的这种理解 了解文法 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懂句子 因为句子就开始呈现一小节一小节 而里面的单字呢 你就很容易记忆起来 你反过来记忆 比如说刚才的修理叫做repair 那么谢谢你昨天帮我修理 叫他车 读起来就轻松多了 你很快就能够把repair记起来 同样的模仿这个字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 这个字叫mimic 那么后面加上ed变成过去式 叫做模仿 放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看整个句子 我的弟弟模仿电视上的小丑 惹到大家哈哈大笑 所以这个模仿就叫做mimic 是不是这样子 你来去这个记忆单字 看句子就容易多了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带高工的学生 他们成绩能够很快很快的进步 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很简单 就是先把他们文法观念带清楚 然后再去分析他的课本里面的 这个内容 或者是再带领他们去背单字 就容易太多了 所以其实方法正确 就可以很快的进步 否则的话 这样子使拼使忌 其实是非常难过 而且是效果很差劲的 看完了刚才的题目 再来就是绘画的题目 绘画题目非常简单 这个你只要稍微看一下 上下文只要和这个逻辑和意思 就可以了 我们也来简单的看一下 salesperson就是一个销售员 就说what can I do 主持动词 我能够做什么for you 帮你做什么man 这个是对女士的尊称 104年的这一个统策考试 那么Melinda就是那个女士 也就是她去购物的人 她说I need 我需要呢 to purchase a blouse 去购买一个女性的这个衬衫 blouse 那各位看到purchase purchase就是购买 其实就是buy买的意思 purchase比较正式一点 好 那各位记得我刚才说文法结构了解了 再去看英文的句子容易 然后这句子里面的新单字 也容易的记起来 那你一定要想成好习惯 就是要念purchase p-u-r 念purchase 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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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在一起就是购买 purchase 然后记得 最好是一个整句的记忆 我需要买一个 这个衬衫 I need to purchase a blouse 那这样子就容易多了 那么sales person问什么话 然后他就说medium 中号的 大号小号中号 中号就是m的 所以呢 当然是问他尺寸是什么 所以各位一看到就答案就是选c what is your size 那你的尺寸是什么 所以what is your size 就是我们的什么答案 好 那各位 其实这个绘画真的是很好 虽然他是纸上谈兵 如果你能够养成念诵的习惯 他就变成很真实的英文 这样子你读起来 这个效果不但比较好 而且考完说不定就能用了 所以说我们就实验一下 请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n 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女士 I need to purchase a blouse 我需要去买一件女性的衬衫 what is your size 你的尺寸是什么 medium 中号的 各位再看下一个题目 这个是二级的考试 几乎都一样 这个clerk就是职员 一样的 它是一个对话 may I 就是很礼貌的说法 have your ID 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ID 你的身份证件 to verify your traveler's checks 去verify verify就是去认定 去给这个确认 verify 确认你的什么呢 travelers checks 你的旅行支票 我来对一下 你是的确是一个合法 这个的身份的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句 may I have your ID 我可不可以借下你的身份的 这个文件 to verify your traveler's check 去这个确认一下你的旅行支票 那么这个客人就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啊 would you need 那你是需要买passport 我的护照 还是 or driver's license 还是要看看我的驾驶之照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那么clerk就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个customer说 there you go 好 there you go 就是拿给人家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个clerk一定说 要哪一样东西 是要passport 还是要他的driver's license 就是驾照 这时候你看到 这时候我们就选第一选项 either or 就是两个都可以 两个当中选一个 passport or driver's license 那么你给我这个护照也可以 给我驾驶之照也可以 那么客人一听 没有问题 那我就随便拿一个给你 就说there you go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别的答案都不对 a选项 neither passport nor driver's license 护照也不可以 这个驾照也不可以 那我干嘛还拿给你呢 所以不可能选a b选项 you should have 你应该呢 叫你的passport 让你的这个护照 renewal renewal就是所谓的 再去延期 可能已经快到期了 还是过期了 要去延期一下 这当然也不对 第c your driver's license is invalid 你的这个驾驶之照是无效的 这个invalid 这个in是否定的字 那valid是有效的 所以invalid是无效的 那么这个答案当然也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选第四个 两个都可以 随便给我一个 好就像刚才四季的 我们把这二季的题目 也好像真实的表演一下 请大家跟着我念 may i have your id 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证件 to verify your driver's checks 去确认一下你的旅行支票 of course 当然可以啊 would you need my passport or driver's license 你要看我的护照 还是要看我的驾照 然后 克勒克就说 either passport or driver's license 两个字 这个都可以 随便给我一个 there you go 好那就给你咯 好各位看到 这就是绘画考题 真的很有趣 是不是 看到阅读题 可怕了就是 密密麻麻的字 各位看到 这样子密密麻麻的题目 不管是四季 二季 阅读 都是大家最大的挑战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 密密麻麻的字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加上 六个符号的 这个记号做分析 那么这样子 你就会发觉 英文立刻会变成简单 很多了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统策考出来的一个题目 since 各位看到 只要这样子的 中话湖的记号 就是一个子句 子句里面就有主词 动词 since 这个意思呢 叫做因为 很多人都认为 很多人认为什么呢 that又是一个子句 认为这件事情 各位看到 这就是他认为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the more money they have 主词动词 他们有越多的钱呢 the happier they will be 他们将会是越快乐 各位再看一次 since带出来子句 叫做因为 很多人都认为 一二 然后这个let就是一个子句 当成第三个大字 很多人都认为 认为什么呢 the more money they have 他们有越多的钱呢 the happier they will be 他们将会是越快乐 这是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么还是有主词动词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因为如此 所以they will make 他们将会做呢 all the effort 所有的努力 to earn money 去赚钱 所以因为他们认为 钱多就会让他快乐 所以当然他们就全力的去赚钱 商 这就是我们的主词 各位看到主词 我们就是画一条底线 那么动词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画成两个底线 这就是我们的记号当中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主词动词 还记得我们说找一二三 所以各位看到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上 这是主词 有些人呢 动词叫做偷 或者是去做 做什么呢 做犯罪的事情 然后各位看到这个even 那就是加进去的字 他们甚至会偷 或者是去犯罪 这也是加进去的字 这就是骗语 to become rich 去成为有钱的 用不正当的方式 再看下去 of course 当然 这是一个骗语 借词加名词 we know 我们知道 一二 再看到第三 就是一个字句 这个lat 就是刚才这边出现的lat lat带出一个字句 表示一件事 但是本身并没有意思 所以这个lat 也可以被审队掉 就没有了 我们知道 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件事情 这里面还是主词动词 不会变动 这是错的 就是有钱会更快乐 所以我们要拼了老命 甚至去偷 甚至去犯罪来赚钱 这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都知道 many wealthy people 很多有钱的人呢 have found 这也是动词 各位看到这里有两个字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两个字 have叫有 found是发现 这是发现的 现在完成式 在英文叫做 have has加PP 你看到have has加PP 可以把它翻译成 已经或者是曾经 我们试试看 那么很多有钱的人呢 叫wealthy 他们就已经发现了 是不是又有lat了 不过这次lat 并没有被省略掉 那么我们看 这件事情是什么 发现什么事呢 in spite of having 这是一个副词片语 in spite of 尽管有呢 有什么东西呢 old possessions possession这个字比较难 各位跟着我念一下 possessions possessions 就是拥有的东西 尽管你拥有 好多好多 你有的东西 你什么都有 房子车子都有 they are not 他们并不是呢 really happy 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么这件事情 就是有些有钱人发现的事 尽管他们什么都有了 他们却 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再看下面的句子 some wealthy people live 那么有一些有钱的人呢 live alone 是单独的住 in gorgeous mansions 在华丽的豪宅 住在这里面 yet是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 也是我们的一个记号 叫做 但是 带出了两个动词 各位看到 一个是他们独自的住 第二个动词叫做死 相反 but 他们虽然住在华丽的 这一个豪宅里面 却呢 死掉的时候是 longly 寂寞的死掉的 with no family or friends 是没有家人 或者是朋友 around them 在他们的周围 死掉的时候是孤零零的 所以 他们真的幸福吗 再看下去 they have spent 这里又来了 have spent 不是两个字 而是 现在完成式 他们曾经花了 their lives their lives 就是l-i-f-e的 复数型 他们的生活 生命 他们的生命 trying 这个trying 是一个动名词 其实前面应该有一个借词 借词加名词 或借词加动名词 那么应 在英文固定 可以被省略 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了 他们 花了他们的一辈子呢 试着去 to be rich 想要成为有钱 but 这个连接词 它是相反的 in fact 但是事实上呢 这是个片语 they are poor 他们是很穷啊 最后 it is a pity 各位看到 这it就是主词 不过这是虚主词 后面这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主词 后面这件事情 是呢 是什么呢 a pity 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 很可惜的事 什么事情是很可惜呢 各位看到 拉特带出来这件事情 拉特本身没有意思 they do not know 这些人呢 虽然他们有钱啊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the true meaning 真正的意义啊 of happiness 快乐的真正的意义 他们并不懂 所以呢 他们没有得到 也没有花钱 既没有真正的得到钱 也没有真正用到钱啊 所以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懂快乐 真正的意义啊 其实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可怜 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各位这样子看 是不是会觉得清楚多了 当然 这样子带着大家 我相信 几乎每一个人 都能听得懂 都能跟着学 比较难的生字 在上下文当中 多念几次 多看几次 就比较容易记得了 因为你学到的是一个 整体的句子的概念 是一个意念 是一个意思 而不是支离破碎的 东一个西一个的东西 所以你靠着文法 可以帮助你去记忆单字 可是你光有单字 你根本还是看不懂句子 所以好多的家长 你们不要误会 你的孩子不是不用工 可是他如果脑海之中 没有这个文法的整个架构 他是没有办法 把英文给学好的 尽管他很努力的去背单字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题的题目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根据这第二段 就是刚才文章当中的第二段 of the passage passage就是文章 What does the author 那么这个作者 认为think about money 他对钱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已经把文章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选第二个选项 有我们都need都需要 需要什么呢 money需要钱 去干什么呢 to live去活着 but 但是连接词连出相反的一个意思的句子 it has little it指的是前面的钱 has叫有 little 各位请注意 little并不是a little a little前面一个a的时候叫做一些一点点 little没有a的时候叫做几乎没有 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to do with 跟后面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 跟什么没有关系呢 real happiness 真正的快乐是没有关系的 钱是需要的 可是钱不一定能够带来快乐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选B选项 讲到这边 我们大概再总结一下 其实不管考什么考试都一样 一个要单字 一个要文法 那么单字要有声音 所以各位在学英文的时候 如果你是蒙着这个不出声的学习 你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你更辛苦的就是你没有文法的架构 各位看到我刚才的示范 其实英文是相当难的 可是经过了六个符号的简单分析 你就发觉好像简单多了 相反的单字也比较容易记了 因此这个文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不懂这个文法 学起来真的是辛苦的不得了 那么当然了 我们的这个职校的同学更辛苦了 因为在可能国中基础上就比较弱 到了职校里面呢 这个老师呢就更没有办法教你们了 甚至英文呢都变成个副科 因此呢大家的英文就越来越弱 将来如果跟高中体系毕业出来的 也就是说正规高中大学这样毕业的学生 你们并不差 而且我们觉得很多高职出来的学生态度更好 做事呢更仔细更认真 可是你们永远会输高中的这个出来的学生一点 就是英文不如他们 那么英文不如他们将来在这个职业上的竞争 他们就可以做到比较高阶的 比较更重要的工作 而你们呢就只能担任比较中下阶层的这个工作 因此呢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就是因为技术很好 可是英文不够好 没有办法申请到重要的职位 所以英文不好影响的不仅是你这个考试 可能是你一辈子的职业上的发展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在英文上还是要下功夫 不管你喜不喜欢 如果你以前不喜欢 那么我们说如果你方法正确了 你开始进步了 你就应该会喜欢英文了 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英文那就更好了 更能够把英文融到你的这个学习当中更快乐的 而且将来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能够运用到英文 那么如果需要我们的协助 就是用我们的韩寿课程来学习 就像刚才的把文法好好的教给大家 带着大家这个来看句子来记忆新的单字 那么这套韩寿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四季二季统策的韩寿课程 那么当然像刚才这样子一小节一小节的讲给大家听 讲这个考古题 考古题非常重要 考任何考试之前一定要这个准备考古题 因为它的里面的单字会不断的重复 因为我们考试都有题库的问题 所以考来考去都是那些字 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线上会员专区 像刚才我这样一小节一小节的讲给你听 然后呢就跟着我来这个念诵 这样子来准备英文 当然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么希望这样子的学习能够帮助 有参加统策考试的这个同学呢 会有一些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